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和尚 我又来听你讲故事了 小和尚 你开开玩笑和尚 我们再就聪明一下讲故事啊 小和尚 小和尚 秀姑娘 今日想听什么 什么都行 从前有个老和尚 总是被贼光顾 他终于忍了 有一天 贼又来了 他就对贼说 请你把手从门缝里伸进来 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那贼听了高兴极了 就把手从门缝里伸了进去 谁知老和尚一把揪住他的手 捆在柱子上 然后用棍子痛打他 一边打他一边喊 归医佛 归医佛 归医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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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贼痛极了 无奈地跟着喊 归医佛 归医法 归医僧 这个便是佛经里著名的三归医的故事 你那是三归医 我这却有四归医 要不要听啊 何谓 四归医 声声过来 风落 夜晴阳 窗台上倾口着两三声 沐浴停顿又再次叫响 合着他悄然而止的情长 伴若情 阴如风 树下他将佛解义生生 残雨无名环游世间情 他为缘伴他身旁 佛说乌云流动世望 将因果冬念做夜战 虔诚归医 是痛后才懂得绝望 在书生故事里 他静静做着归医的梦 入了心底的是他声音 入了心底的是他声音 还是未知的失望 徒儿 师父 那位女士主走了 徒儿同往常一样 与她说了佛礼 她便回去了 去送进吧 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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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归以后 沉默让树下的人感赏 他紧握住掌寻的滚头 斑驳这样是不了的凄凉 时光悄然流淌 是他无法言说的悲伤 将这端葬如佛堪捆绑 前证留给了西窗 佛说乌云流都失望 将因果斗念作业障 清诚归意是痛后才懂得绝望 暮色浅浅浑花 树下的他清醒着绝望 至于空几般辜负惊动 归意那一段过往 归意小姑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